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一同来到祢的面前 要在不解 交到祢的十几家上 因为神祢的恩典 已经来到命到我们 也求主 让祢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能够带着渴望的心 来到祢的面前来敬拜祢 也求主示给陈牧师 有智慧 让牧师有每一口里面 说出来的每一句话 都是足能力所带领的 好让我们弟兄姐妹 都能够了解神祢的旨意 也求再次求主 祢亲此来到这里掌权 以上是奉靠主耶稣等圣明 Amen 我们一起来攻读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在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五十九节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五十九节 在新约圣经第139页 也在我们的荧幕上面 我们请弟兄来攻读当树节 姐妹来攻读双树节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节 一中来 耶稣对这些信号的犹太人说 你们都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这是我的门徒 你们必须得真理 真理必将你们得以自由 阿们回答说 我们是一条网站的故意 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夫 你怎么说 你们必得自由呢 天书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夫 奴夫我们永远住在家里 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所以天父的儿子 都让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是永远了 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罗的事说 你们是想想到我 因为你们心里能不能相互得到 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 你们所信的 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 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 耶稣说你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就被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 告诉了你们 现在你们却像撒撒罗 这就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 你们是行你们所目所行的事 他们说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 我们只有亚伯拉罕就是神 耶稣说 好若神是你们的父 你们就必爱我 因为我们是书与神 也是从神而来 并不是永远之家 但是他才过来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 因为是因为你们 不能书与神 祂所得到 你们是属于你们的父母会 你们不得属于你们也要行 祂总体主是杀人的 不受真理 因祂心里没有真理 祂说谎是属于自己 因祂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 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你们就因此不信我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 我竟然将真理告诉你们 为什么不信我呢 不信神的并听神的话 你们不听 因为你们不是主于神 我们带人回答说 我们说你是上马里亚人 并且是回复着的 这话岂不得真理会吗 耶稣说 我不是回复着的 我尊敬我父 你们拿到轻弯我 我不受自己的荣耀 你愿对我所荣耀并贵的 我实实在来地告诉你们 能够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见识 有爱人对他说 现在我们知道你是回复着的 杨博拉安死了 中间之也死了 您还说能够遵守我的道 就永远不常死为了 难道你与我们的手中 辽拉安 难道他死了 中间之也死了 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 耶稣回答说 我若荣耀自己 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 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 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 你们的未曾认识他 我却认识他 我若说认识他 我就是所谎的 像你们一样 但我认识他 也真小他的道 你们的祖宗亚伯拉安 快快细心地 养忘我的日子 既看见了就快乐 有爱人说 你们没有五十岁 请经过亚伯拉安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还没有亚伯拉安 我们所接触的这个世界 这个社会 很多告诉你们的事情 与我们的信仰 或者上帝原本创造人的美好 是不同的 所以前言我在这里问说 蜀天的与蜀地的有何不同 那今天我们没有那个头一片 因为放到这上面的时候 那全部都会跑掉 所以那几张我先把它拿掉 所以你们要听 牧师等一下会讲 蜀天的与蜀地的有何不同 上帝国与世界有何不同 蜀灵的与蜀血气的有何不同 最要紧的两件事是 选择和回改 选择和回改 为什么选择和回改 是让我们能够成为 属天上帝国属灵的儿女 而不是属地属血气 属世界的儿女 最要紧的就是 因为我们做了选择和回改 选择这件事 是上帝给人一个最大的礼物 因为有了选择 因为有了选择 我们可以对我们的生活 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当中 可以去看看我们要做什么 或者去想一想 我们要怎么样过完这一生 如果今天上帝没有给人 选择的机会 没有这个自由意志 以祂的力量 以祂的全能 祂可以让每一个人生活都很好 但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机器人 就像棋子一样 没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一个基督徒 并不是上帝要控制我们全部的生活 而是我们了解上帝 所赐给我们的是丰富美好的生活 而我们选择了做这件事 但另外一个悔改 就是因为若我们没有一个悔改的动作 我们没有眼目 我们没有注目在耶稣身上的时候 是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出来 我们的选择是多么的美好 所以很多的人选择后来会改变 就是因为在他的心里 并不是真正的知道自己是一个 生命中需要耶稣救主的人 以至于在没有悔改的当中 他再一次坠入在罪的挟制的理念 所以很要紧的是我们实时提醒自己 看看自己在这个当中 是不是做了最好的选择 是不是我们也悔改来到神的面前 那牧师圆在这里要讲 牧师在讲台上不是跟弟兄姐妹 来这里每个礼拜指着 大家你们做不好 没有 都没有 我们都一样 为什么牧师这里要有个白白的 就是上帝啊 我也是罪人 我只求现在这个时刻 我成为你的工具 从你的话语的当中 让我与众弟兄姐妹一样 从你捷径 让我们从你的道理里面 看到我们的生活 如何去实践这些原则 所以很要紧的是 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如何听这些的话 你是觉得 这个实在是好多的限制 还是知道 这其实是上帝用一个原则 然后让我们知道规范以后 要让我们能够保留在 或者存在他的恩典的当中 所以今天的经文的里面 讲到了 耶稣基督 我们说他在这里面越来越强势 因为他的时候快要到了 所以耶稣在这里 就很直接告诉他们 你们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子孙 他面对挑战他的人的时候 他说你们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子孙 讲这句话的时候 或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或者当下你想想这些人听到耶稣话的时候 表面上耶稣好像是肯定他们 对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因为当亚伯拉罕被提出来的时候 耶稣在挑战一件事情 其实他在讲的是什么呢 我现在不是说到二了 跟二没有关系 我还讲到一上面这个 他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他们在唤起以色列的一个记忆 原来因为以色列人 他们最常引以为奥的是 他们是属于上帝子孙的身份 从出埃及记第三章 上帝跟他们说 我是你们的上帝 你们是我的百姓 从那时候 以色列人陷入了一个迷思 他们相信 只要他们拥有从亚伯拉罕来的血统 他们就能够保留在这个恩典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次在介绍一个人的时候 他就说谁生谁 谁又生谁 谁又生谁 就是要说明自己有这种血统的存在性 所以耶稣第一个告诉他们 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个是一个好像表面上肯定他们 但是接着下来耶稣说的话是说什么 他说这种人会遵守主的话或者是写神的话 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会遵守主的话神的话 真的是主耶稣的门徒 真的是主耶稣的门徒 而主的道不是从口而出 更是从心顺服 然后从什么例行 把那种可以改成用身体必行 所以主的道不是从口而出而已 更是从心顺服 然后用身体必行 所以在这里亚伯拉罕的子孙有两种 其实这两种就是一个是表面上 一个是信仰上 你从表面上或者说你的血统 血统上表面上 对不起表面上把它改成血统上 所以说一个是血统 是一个好像你就被赋予这样的一个身份 好像上帝给你的那个保障 但是一种是信仰上 而血统上的给你的这个身份 和信仰上给你的这个身份 所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 知道使徒还记得使徒情传 在讲到这些的使徒 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 开始第一个名词出现 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名词 我们都在用的一个名词 什么词出现了 这一群人到了那里 这群人被那时候的人称为什么 三个字 开始称为什么 基督徒 当基督徒这个字出来的时候 代表了亚伯拉罕的子孙 代表着以色列人 他们原先从神而来 从血统上帝 用血统这种根深蒂固 用这种好像似乎不能改变的 本来给他们的祝福 当基督徒出现的时候 这个身份从血统上的这个祝福 就已经消失了 我们还是感谢神的灵敏 虽然在我们现今的生活上 以及过往 我们看到许多信徒的生活上面 虽然可能第二代第三代 离了这个道 但是如同十戒所说的 得罪我的 我就处罚他们三到四代 但是爱我守我这命的 我祝福他怎样 千代万代 所以我们感谢神 虽然有时候我们偏离偏行 那耶稣今天讲的话 就是要告诉我们 你们要当形式上 血统上就有一个名字 是啊 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去验DNA 证明你们是啊 但是信仰上 你们真的有遵守主的 他话真的是耶稣的门徒 从你们口中可以说出主的话 但有没有重新的顺服 以及用身体的立行 这是耶稣在这边 给这些挑战他的人 丢回去的挑战 所以这是第一个 用身份给他们挑战 那第二个 耶稣基督他讲的更直接 他说属血气的人 二属血气的人是属世界 耶稣说这些是魔鬼的子孙 属血气的人是属世界 耶稣说这是魔鬼的子孙 在从42节耶稣说 倘若神是你们的父 你们就必爱我 因为我本是属于神 也是从神而来 并不是由着自己来 乃是他拆我来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 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 好 那耶稣在这里挑战他们一件事 就是说你们口口声声 说你们是属于上帝的人 可是一个信仰上最根本的问题 耶稣在这里说 除了什么 他说 42节你们就必爱我 耶稣讲这句话 他说从头到尾 我行了那么多神经 我有没有陷害一个人 我所做这个事情 是不是让人的生命得到改变 我所带来的 是不是很多的祝福 我所带来的 是不是让绝望的当中 有了盼望 为什么你们要不爱我 就是说对我是如此的没有爱 所以耶稣挑战这些反对他的人 一个信仰上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爱 就是爱这个字 就是这些的领袖 他们可能他们有很好的仪式 他们有很好的组织 他们有很多很多 在信仰上 让这些百姓觉得 好像上帝 透过这样要与他们同在 或者展现出来的那种威严 但是实际在生活上 面对这些的苦难 面对这些的痛苦 面对这些贫穷 以及社会弱势的时候 他们却没有爱来面对这些人 甚至于对于耶稣所展现的权柄 会挑战他们的地位的时候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 是将耶稣除之而后快 希望耶稣尽早从他们的当中去消失 所以耶稣说 他是从神而来的 认识 就从上帝而来 或是神而来 认识上帝或认识神的 就必爱耶稣 因为耶稣 我们的父上帝 以及圣灵 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 他们的作为 他们所传达出来的信息 是不会有任何的失误 而是非常的一致 所以耶稣就很直接的告诉他 耶稣并不是一个只会指责别人 他把这些的问题都挑拟着讲 所以在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耶稣说 魔鬼的子孙就是因为偏行私欲 偏行私欲 不守真理 偏行私欲 不守真理 看见耶稣 却不信 然后也不听神的话 所以你看偏行私欲 不守真理 看见耶稣的名 却不信 也不听神的话 其实跟刚刚开始前言 哪一个东西是互相鼓励的 其实就是选择 如果今天我们的神 是你偏行的时候 祂硬把你抓回来 你不守的时候 祂叫你 就是说用尽办法或强制你要求 然后看见耶稣的时候 每一个人不能看到他的那个样子 然后就好像沉浮在地上 或者听到神的话 你要不要听那个话 是直接进入心里的 如果我们没有了任何的选择 就像我讲的 我们在这个当中 会真正的看到神给我们的祝福 或在这个当中满足吗 所以神要我们做儿女的 就是说 祂把祂给我们一切的好处 没有任何一点的隐藏 但是你要去选择 你要的这些 还是这个属于这个世界 要给你的东西 所以耶稣基督 在这个经文的里面 当我在预备这个讲道片的时候 再一次一看这些经文的时候 其实弟兄姐妹 我们常常读经会发现一件事情 神的话没有那么难懂 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神的话没有那么难懂 不是说神的话深度不足 或者说神的话很简单 不是 神的话没有那么难度的意思是 当你愿意求圣灵的帮助 启示的时候 我相信神的话是会跳出来 让你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神的话没有那么难度 难的地方是 让人如何愿意去读神的话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说我们基督徒 而不读神的话 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来看 在结论的时候 第一个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份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份 儿女 儿女 其实在我们能够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常识里面 儿女有很多要做 对不对 像前一阵子 木雄哥家里老人家身体不舒服 虽然在基隆的地方 但是有空有一些时候 他就必须要去关心 要去做关怀 儿女有很多像年老了 要照顾老人家这种的一个责任 儿女有没有什么权利呢 有的老人家 或者说有时候 他会把自己觉得很好的所有的好处 留给自己的儿女 我用这个是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的神真的对我们很好 因为我们的神不会老 不会有一天说 哎呀 来赶快我不行了 你们来照顾我 对不对 在我们了解的神里面 我们的力量跟祂的力量比起来 是祂照顾我比较多 就好像说 在2007年的时候 我就跟师母 我们就把爸爸妈妈 他们在高雄住了60年 爸爸妈妈妈你们来 来北部 我们人口比较少 一家人在一起互相照顾 来你们看来 我们照顾你 事实上到现在为止 都是他们照顾我怎么样 比较多 所以这样来了解 就是一个父亲 一个母亲爱子女的心 一个天父爱我们的心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份 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圣经说他不留一样好处 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 在神的眼中 祂给我们 祂知道我们若行为不正直 我们没有按照 祂的旨意去做的时候 祂给我们的礼物 包含金钱 包含地位 包含影响力 包含属世的权柄 这些都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对这个世界 造成更大的危害或挪曲 而当我们真的知道 祂的行事的原则 圣经记载着 祂不留一样的好处 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 所以我们究竟知道 我们的身份 神给我们的是 祂如果是国王 祂是上帝国的国王 祂自己是所有一切创造者 而祂既然用子女 这两个这样的一个词 来说明我们与祂的关系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身份 我们是天父的儿女 我们有尊贵 国王的丰富 不要让任何 蓝色魔鬼的诡计 来指责你 来控告你 当然我们不要让自己 停留在这样的罪恶的当中 第二个 我们知不知道上帝的丰富 就如同我刚刚所讲的 再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以回去以后 从诗篇一直去看 诗篇里面充满着这些的诗人 对上帝的那种的受赞 甚至于在苦难为难当中的时候 虽然有抱怨 但是他所确信的 就是这个神 是如何在过去 现在过去所做他们看到的 现在虽然看不到 但有如此的坚信 在未来也一定有神的带领 以及丰富 所以我们知不知道上帝的丰富 上帝的丰富 那我们如果知道我们的身份 我们也知道上帝的丰富 我们想不想要 最后这个跟我们这次淫灰的主题 也是有关 就是我们想不想要真正的富足 我们想不想要真正的富足 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了这个身份 我们也知道上帝的丰富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不会想要有真正的富足 那我本来还要连接一个影片 但是我怕今天要索身餐 这个时间比较久 在1990年 1990年到 好吧 1998年到 1998年到2011年 有个教授做了一个大家去查很有名的实验 那个叫做棉花糖的实验 那是一个严荡满足的实验 什么叫严荡满足的实验 他找了一群四五岁的小孩子 然后告诉他们 来这棉花糖给你 放在你的面前 那你只要经过了十分钟你不吃的话 我会给你第二颗棉花糖 所以你就有两颗就有两颗棉花糖 那他在199798年 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他找了这群孩子 然后有孩子有三种 一种是好吃到了 然后让他独处在房间 一开有个小孩子 就把棉花糖吃掉了 那有个小孩子忍耐很久 影片里面有个小女孩子 然后那个棉花糖一直闻闻 到最后他就 就这样 就好像要闻他的香味 但是他就一直在忍耐 不吃 然后还发现一个小朋友怎么样 他竟然很厉害 他们都不知道有隐藏摄影机 外表的棉花糖都没事 他里面可以挖的 他尽量挖 挖了以后 然后就留下一个外壳 然后到了十几年以后 再去看这些实验的孩子 百分之百发现一件事 那些能够忍受 那些能够延宕满足的孩子 不管在学习上 在各种的态度上 比那些不能满足 不能延宕满足的这些孩子 要好非常多 好非常多 那有机会 我们再来看这个影片 所以我 说我们既然知道我们的身份 也知道上帝的富足 上帝的丰富 那我们要强强 要真正的富足 这个意思就是说 世界充满在我们周遭的 这些的诱惑 是立即的 是满上的 是告诉你 这是最好的选择 世人都这样选择 这是最快速的方法 就是让你自己的生命的当中 你想要拥有的东西 马上都拥有 可是神要让给我们的东西 是真正的 所谓真正的就是 如同刚刚大乱费经 这种的积攒 这种的累积 是随着这个世界 被毁灭的时候 并不会被离开 所以是真正的富足 是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决定选择 对我们生命有益的事情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的身份 就是天父上帝的能力 神所给我们所有的一切 祂是让我们看到 祂的丰富 但我们同时也要知道 神祝福的原则到底是什么 愿我们弟兄姐妹 多从神的话语的当中 多从我们服事的当中 以及彼此生命在生活当中的见证 来看到属天父儿女的丰富 以及喜乐满足 我们同心来祷告 是的 爱我们的父侍上帝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作为你的儿女 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福分 这个世界常常在欺骗我们 因为它告诉我们 我们眼目的追求 我们情意欲的追求 以及让我们生命中 骄傲的东西 是对我们最好的 是能够在这个世界上 被人所肯定的 但是你忧心我们的生命 谢谢你 谢谢你 透过耶稣基督 祂在世的时候 所做的一切 并且 并且 祂一步一步的 走向这条信仰路的时候 留下了一个好的款式 我们也谢谢你 透过这些的门徒 所留下来 在圣经里面的记录 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做不同的选择 为的是 神 我们能够让别人 从我们的身上 看到你的样式 主啊 我们有信心 但信不足 求你帮助 愿我们在座 每一个弟兄姐妹 以及我们的家庭 都能够享受 从你而来 真正的富足 谢谢你 祷告奉 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那我们这时候 我们就一起来唱 回应的诗歌 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 先到下面 先到下面 我排版的时候排错了 下一段就行了 好 我们一起起立 来唱这首诗诗 在下面 在下面一首歌 再往下 翻唱这首歌 祂的命啊 将是大事难 是连世今快乐 最后也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